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孔雀类型的朋友 那在老虎性格的人呢 当然我们知道在老虎听起来好像就是很威猛 那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诉求的上面呢 也跟这个动物的个性是很类似的 那在老虎性格的朋友们呢 他们可能就是对掌握事情上面会比较清楚 那对人的事情上面也希望 他们能够去领导他们的一些看法 所以呢在老虎性格的人呢 他们对于人的感受性啊 是会比较强烈的 他希望大部分的人可能要听他的意见啊 那他也希望他的意见呢 有表达机会的时候呢 有一些朋友呢 能够也会参考他的意见 那当然这样的个性的人呢 基本上他的脾气可能稍微会比较阴一点 那他们希望说 对别人的一些看法 他都总是会认为说 还是以我的意见为意见啦 不过呢 换另外一个想法的话 他可能是一个非常目标导向的一个人 所以呢在一个群体里面 或者在一个公司里面呢 他是一个在开创型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伙伴 那如果你应对的客户 他是老虎性格的 我的建议是 我们能够多听听他的意见 那以他的意见为意见 当然老虎性格的人呢 他最怕的人是谁呢 最担心的就是 有关于猫头鹰性格的人 因为老虎性格的人 基本上他对于琐事 或者是比较细微的事情 他通常不会太去在意 所以呢在 猫头鹰性格的人呢 就对一些事情的条理分明分析 他是非常谨慎的 所以呢通常老虎性格的人 会听从像这个猫头鹰性格的人 就好比说在三国时候的 刘备跟诸葛亮一样 诸葛亮我认为 他就是一个猫头鹰性格的人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 我们对于这个老虎性格的 伙伴或者是朋友 我们应该是要用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应对 可能对你来讲 你的人际关系会处理得非常好 那如果说在孔雀性格的人呢 孔雀性格的人 其实他是很有趣 就像孔雀开屏 你只要在旁边拍拍手 他大概就是开屏了 所以在孔雀性格的人 通常他会希望得到别人的掌声 所以呢就像说在演员啦 或者歌星啦 或者是艺术家啦 或者是厨师等等 那在有很多的机会上面 他们都希望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能够被别人看得到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领域的一些朋友们呢 大部分可能就在这个孔雀性格的情况之下 会显现的会比较凸显出来而已 那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呢 其实因为他对于舞台 还有就是名望 他对于这些事情 他是觉得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今天工作了一阵子 或者是你今天工作有一些成就 生活上有一些心得 总是希望你能够告诉别人跟别人分享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朋友当中呢 他希望是得到掌声的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客户 或这样的朋友呢 我觉得你对他的鼓励 或者是能够听他的这个分享 我相信你只要当好听众 那他可能认为你就是他的好朋友 所以呢他认为他最要好的朋友是谁呢 就是这个五尾熊性格的人 那为什么做五尾熊性格的人 你想想看五尾熊性格 五尾熊就是抱着尤加利素嘛 他会静静的听孔雀性格 他们的这个分享 所以呢在今天这样的时间 我大概跟各位分享 这两种类型的朋友 他们的个性 让你们都能够做一点了解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